我訪問一件事情 請問陳志忠比較大尾 還是鄭文燦比較大尾 當然是鄭文燦啊 對啊 那奇怪了 陳志忠在老裡的待遇 他被關的時間 他還有看長上行 還可以看報紙 還可以看書 備受禮遇 那為什麼要禮遇陳志忠 因為他是個政治人物嘛 鄭志忠是一個機敏的 我們講的他身份特別嘛 但怪啦 請問一下鄭文燦 這次被羈押進去之後 有沒有這樣的禮遇 根本沒有嘛 我或是反過頭來講 是刻意精心安排 讓他們有這樣子的禮遇嘛 所以這是幹嘛 羞辱你 刻意跟你糟糰嘛 就意思說你喔 跟一般人 你現在鄭文燦 就是跟一般人 完全沒有兩樣 所以我們後面是不是 剛才討論到說 不對啊 那為什麼府院黨 全部都噤聲啊 大家都沒有人要去 講這件事情啊 大家都閉口不談啊 理由很簡單啊 鄭文燦已經不存在 在政壇上了 鄭文燦已經當他被羈押 被停權的那一刻 他就已經完全從政壇當中 被抹除了嘛 所以民進黨也沒有人提到 他的名字 中常會也不會提到他 府院黨也不會提到他 但這時候問題來了 壓不壓鄭文燦 跟他有沒有繼續資格 活在這個難上 其實這兩件事情 沒有真相關喔 因為理論上政壇 政壇我們講 他代表是什麼 你不能涉灘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紅線嘛 那檢調說鄭文燦涉灘啊 地院說鄭文燦涉灘啊 高院說鄭文燦涉嫌重大 每個都說他涉嫌重大啊 那交保金一千兩百元 理論上玩完 為什麼一定要壓他 因為理由很簡單 背後目的是 另有其人 鄭文燦這個只是起身砲而已 還要繼續燒價後面的人嘛 居然哥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說另有其人的意思是 對啊我問你嘛 那監聽他請問七年前 是不是就開始監聽了 對啊 那聽到的會只有鄭文燦 跟華雅科學員區 這就是我問的 檢調官手上還有料 一定有一大堆那個監聽英文成盾的嘛 那只是說今天剛好丟出來這一份是精準打擊嗎 什麼叫精準打擊 我只抓鄭文燦這個人 那我怎麼會知道這個有什麼作用 我請問一下喔 如果今天抓鄭文燦 又把蔡英文 又把包括洪耀福 又把其他的派系人等 甚至把什麼林教授 隨便把相關幹線的人全部大家一鍋扯進來 這件事情辦得成嗎 辦不成嘛 你人一多主力就強了嘛 但你單點打擊的時候大家都要幹嘛 靜默無聲 全部大家都裝作跟自己沒有關係嘛 那請問一下 當鄭文燦已經倒下之後 把他壓下來之後 避免串共 我們一直講避免串共 到底串的是什麼共 我跟各位保證好不好 不是這一起案件的共 這一起案件鄭文燦翻不了身了嘛 那請問一下 桃園總共土地有幾大弊案 五大弊案啊 抓放鄭文燦大鬥法三回合下來 鄭文燦昨天晚上被受壓了 轉折的關鍵震驚了大家 原來從第一天 檢察官要對他聲壓的當時 檢察官準備問什麼 早有人從地檢署跟他通風報信了 甚至鄭文燦還跟他的秘書串共 整個line對話都變成了收壓他的證據 嚇不嚇死人 而過去四年來 鄭文燦如何從當年跟賴清德的 各自領兵對峙布局總統大選 卻在這過去短短七天168小時 他斷絕了自己的政治命運之路 鄭文燦出事之後 下一個要處理誰呢 好 所有報信的觀眾 鄭文燦在昨天晚間被壓了 那其實坦白我自己就覺得有點意外了 因為我昨天是認為說鄭文燦應該看起來 感覺自己有點胸有承受 可以走出來 可以被交跑 但沒想到被壓了 那當庭的證據 大家想說過去都說 檢方只有口供而已 但這是檢方拿出了實質證據 叫什麼 叫做LINE 哇 這一切都是LINE惹得貨 好 先不談這個 先談說鄭文燦接下來會有什麼動作 因為他現在被壓了之後呢 他的三大律師要繼續提抗告 會怎麼判 今天可能最快就有答案 大家目前還不知道 那我們剛剛講到LINE這個東西 為什麼可以成為這次壓垮鄭文燦的稻草之一呢 大家實際上回到七月五號當天 七月五號呢 其實這個在鄭文燦在應訊之前 其實包括了一些這些調查官 就已經先看了一下鄭文燦的這個手機 鄭文燦是主動交出手機 他要自信說我這沒問題 所以他自己把手機交出去 沒想到他的LINE被看到 那這個LINE現在成為一個證據 為什麼LINE會變成證據 因為他跟他的這個私信的助理 叫做施彥廷 當中有一些對話 大家就覺得有了 你這個就有可能變成一個竄證之魚 這個LINE有兩層的意義 第一個LINE的內容是什麼 是 居然是檢察官要升壓你 準備要對你提出什麼問題的 這個內容 檢察官都還沒有問 你已經掌握到他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先準備你的答案 去應對他 其實鄭文燦的這個手機被 有沒有被監聽 或是他的相關人士 手機有沒有被監控 過去就有些傳聞了嗎 過去就有傳聞了 過去就有傳聞了 聯合報就有報導說 當時陶雲的失調書 在2017年在查這個案子的時候 疑似跟地主 地主的這個手機 跟所謂的被監聽人 他們手機之間的對話 當中就有被監聽人說 我知道我的電話不乾淨 有人在聽 順便幫我問候一下線上的朋友 線上的朋友是誰 就是檢調吧 這可怕的不是在監聽 可怕的是說 為什麼這些被監聽的東西 鄭文燦跟這些人早就知情了 是不是司法體系裡面 有人把這個訊息 給洩漏給鄭文燦說 其實我們司法檢調的人 早就有人在監聽你們了 這個會讓人家覺得很可怕 原來鄭文燦在司法界的影響力 是這麼的深啊 在收押了鄭文燦之後 他太指標了 他可是英系的大哥 如果連鄭文燦 我都敢收押你 那接下來惡鬥會怎麼上演 誰該瑟瑟發抖 是 像大家談 這背後有沒有政治鬥爭的意思 因為這個禮拜 大家都覺得說 是不是賴清德要針對鄭文燦 昨天原本鄭文燦 該出席的場合叫什麼 叫做同軍大錄營 他應該跟那個賴清德同場出席 但是因為他被押了沒有出席 那賴清德出席的時候 各位觀眾看畫面就知道 笑得多開心 牙齒都露出來 多燦爛 大家會領想說 是不是因為鄭文燦被壓了 所以你笑得特別開心 但問題是為什麼鄭文燦會出事 台面很多的一些貓膩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 除了他接到海基會 這個職位之外 大家會說 你會不會想要在未來的任期 想要在兩岸的一些關係上面 力求表現 對 求表現成為一個破門專 因為我們知道 賴清德在上任之後 其實他對兩岸關係抓得很緊 甚至我們抗中保台情緒是不斷增強的 那鄭文燦在這個時間點 我昨天報新聞講過 胡歌來台的時候 他背後有他的影子在 甚至他也想利用宗教的方式 做兩岸的交流 可是現在甚至有觀光業者說 鄭文燦在上任之後 還說他希望能夠出訪到中國大陸去 哇 他已經這麼大 你這個踩到了賴清德的底線 賴清德把這條線踩得這麼死 只要誰跟對岸有什麼交流 通通都是等於用通敵的方式來看嘛 但現在賴清德他剛掌權 他殺鄭文燦到底有什麼 對他有什麼好處 一舉四得 第一個 黨內現在誰敢跟他爭 不敢 連民進黨的新潮流 大阿閣都這樣子掛掉了 誰還敢跟賴清德爭 沒有人敢爭了 所以爭相其他的派系 包括像鄭國會 勇言會 甚至英系的人會不會來表來跟賴清德來效忠 當然會啊 因為大家也會怕被訴貪 你知道嗎 再來 我們知道賴清德商量快兩個月 其實你說他真的有沒有在施政上 有沒有相關作為 其實大家民眾心裡有訴 但他這個包下去打貪這個東西 民眾就有感了啊 最大的作為就是收押了鄭文燦 所以他可以打貪這個東西 大家會覺得有感證明你在司法上面有做事 那我問下一個會是誰 下一個大家看看會是誰 因為這樣看起來 黨內開始訴訊敵人之後 下一刀會不會揮向黨外 黨外的話 現在大家來猜會不會鎖定柯文哲 你說最能夠威脅到 二零二八賴清德續任大位的 柯文哲會變成最大目標啊 很有可能 因為大家放眼看 現在國民黨坦白講 不要不成棋喔 對賴清德來說威脅不大 那為什麼柯文哲會威脅到賴清德呢 其實從個半面來看 柯文哲這個選票以誰去說 年輕人嘛 那賴清德就缺少什麼 就是缺少年輕選票 所以如果可以應用案子把柯文哲鎖定下去 一刀斬下去之後 年輕人會回來民進黨 這很有可能 敬平 你從桃園來 八年的五星級的明星市長 居然變成了貪毒的被告 這一點你們回去看 你說你一點都不意外 為什麼 因為鄭文燦他的作風就是 雖然剛剛這個旺澤有提到 笼絡人心 這個花大錢 然後這個正通人和藍綠通吃 主要就是在我前面講的第一句話 笼絡人心 還有第二句很重要 就是要花大錢 鄭文燦在桃園最常花錢就是 錢採王 這個一個工程 比如說我今天在 這個地方開一條馬路 我前前後後會刊說明 然後定線 工程動土 啟用 然後這個至少要 就啟用通車也好 或者把路口變寬 要五個這個公開的活動 一個工程喔 所以這種活動 通常主要在編 比如說100萬的話 要編30到40萬的預算 要佔三成到四成 佔工程經費 你想想那個工程的路開好了 你品質不會擔心嗎 所以用這樣的話 因為而且每個去 除了記者媒體議員 還有這個鄭文燦到現場之外 所有的這個民眾都會去現場被動員 里長會通知會廣播啊 那為什麼去現場有好處 大家在那邊有的是下雨 有的是曬太陽 在那邊等著 鄭文燦講完話 然後走了之後呢 然後他瘋瘋瘋瘋瘋的剪載完 或者是說明完的離開 每個民眾都可以拿到一包500到600公克的那個真空壓縮的一包米 或者是一個西點餐盒 民眾都想要去拿市府的那個東西 所以就曾經有議員統計啊 2014年到2022年鄭文燦卸了 光是這個8年花花在這種小東西辦活動的就5697萬6357 這還蠻驚人的耶 真的 8年辦個大大小小活動讓民眾去拿這些東西有的沒有的 所以每一個區都這樣 每一個工程活動他喜歡這樣 所以我就說但這有什麼好處 他有曝光度 民眾看得到他 他幾乎都不用在這個市長 這個待在市政府裡面 然後出來就是走動式管理 然後剪載完開工完 然後一個活動一個工程五次亮相 民眾就會對他很有印象 哇這條路開通他進來來了五次啊 那錢堆出來了 這個錢當然是公家機關的金貝啊 那當時我印象最深刻是 因為他是太子爺嘛 中央怎麼補助怎麼做鄭文燦的後盾 那沒問題 比如說在我們平鎮一名廟復旦中學 那附近有一個 曾經我小時候那是一個第八公墓 亂葬崗一個公墓區 後來呢 我第一個發起會堪說 我希望能夠爭取做一個平面的公園 跟停車場 我知道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就算桃園市升格也沒辦法 然後當時市府預估說 大概有八千多萬元 那後來蔡英文當選總統之後 他不是有這個 前瞻建設經費補助嗎 喔開始去要錢囉 中央也因為他是蔡英文的紅人 小英男孩 又是明星市長胖周瑜 那當然大家想巴結他 柯委會立馬編個四億元補助那個 我要蓋的那個地方 八千萬結果給四億啊 對 然後市政府的公務局的官員還跑來問我 黃議員我們本來只有八千多萬 現在有四億元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花 我說怎麼辦怎麼花 你還問我啊 那就蓋地下停車場啊 那蓋地下停車場就不用在地上 本來我的設想是地上有一些一半的停車場 公園面積可能用一半這樣就好了 那現在他們就不只要蓋地下停 市長說還要蓋一個客家意象的什麼 以衛1895年以衛戰爭的那個紀念 所以後來弄了一個客家之環 弄了很多還有客家展廳 因為鄭文燦是屬於那種好大喜功的 他喜歡享受這個明星的光環 所以千千後四億多元 你現在到我平正還看得到 這個就是他花錢的方式 更不要說所有 包括我自己在內藍綠的議員 無黨監議員 去爭取社團的補助啊 要五毛給一塊給兩塊 你要二十萬他可能給你四十萬 給你三十萬 給你五十萬 民進黨的議員當然也更多 一百萬一百五十萬都有 所以地方津津樂道說市長很大方 很像凱子 不能說他是盤子 因為他們也拿到了 我們很多的社團都拿到補助了 所以你就知道 桃園市過去在張善政上任以前 錢都是這樣花的 桌放鄭文燦 檢察官跟法官中間的大鬥法 到底要上演幾回合 今天已經是第三回合 ING正在進行中 你看到是昨天 鄭文燦被趕以一千兩百萬交保 桃園地院新聞稿充滿了貓膩 他怎麼寫 他說考量被告的政商地位 準於一千兩百萬交保 但是禁止他與同案被告以及潛在人員等聯繫接觸 這代表什麼 法官也怕你串政啊 有串政之餘就收押啊 結果考量他的政商地位給他交保了 因此就留給外界無比的想像空間 這算放水嗎 而回到檢察官 兩度升壓 法官卻兩度駁回 難道司法也變成了政治惡鬥的工具嗎 昨天鄭文燦一千兩百萬交保之後 很多網友都說 是不是這個法院在放水啊 怎麼不給他給放呢 因為看起來之前說證據不夠 或說你沒有串政之餘 可是檢方再提之後 應該要好好辦下去 而且我們其實從桃園地院的新聞稿 其實看起來 其實坦白講 鄭文燦的罪嫌 連法院都認為是重大情況 為什麼一千兩百萬給他給放了 那現在檢方不服嘛 具體抗告 最快今天晚上會再繼續 確定到底要不要繼續來開接押題 那問題回來 大家仔細看 桃園地方法院的新聞稿裡面 有諸多的貓膩 他其實都在解釋說 為什麼要解釋說鄭文燦可以放呢 第一個 他說鄭文燦其實他罪嫌重大 可是我想問啊 既然你罪嫌重大了 為什麼還可以放 這個是很多老百姓都不理解的地方嘛 再來 他說啊 他說這個申請人 的確有裡面有一些 包括像這個洗錢 或是這個泄密案 有解釋不足的地方 那解釋不足的話 那你不是應該加強才對嗎 為什麼 檢方已經提出了相關的證據之後 法院還是給他輕放下去了 所以你看這邊通篇的新聞稿裡面 甚至還有感覺說 鄭文燦當時 後來已經卸任了桃園市長 在政壇已經沒有影響力了 可是大家好奇 他卸任桃園市長之後 他去當什麼 行政院副院長 那不是更有影響力嗎 所以這通篇的新聞稿裡面 大家覺得很荒謬啊 導播我們來看新聞稿的第一點 第一點的結論我很懷念給大家聽 他說被告雖然否認犯刑 不過根據檢方的申請書 覆據的所有的證據 這個部分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連法官都認為你有嫌疑 你有拿錢的嫌疑 你有收賄的嫌疑 第一個有這個嫌疑 再來 他講什麼 申請人以本件被告這個地方 嫌疑重大 再來 他犯的是七年以上的重罪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部分 申請一直有據 我要申請要把你壓起來 他也認為檢察官 你申請是依據 你有所本的 可是最讓人看不懂是這一句 他說這個人已經卸任一年之後 對於桃園市的影響力 影響力就是剛剛你說的這個部分 也因此他認為他警告他 最後說什麼 考量到你的這個交保的金額 被告你的政經地位有沒有 所以呢一千兩百萬給你交保 同時法官還要求他出去之後 你不能跟相關人等去做串供的動作 你這不是邏輯互相打架嗎 簡單講就是廢話一篇啦 坦白講就是這樣子 你說考量到了社經地位一千兩百萬元交保 我就問鄭文燦真的只值一千兩百萬而已嗎 當然不可能 他社經地位這麼高的 你說一般民眾可能你罰的樣子 他可能會很緊張 鄭文燦一千兩百萬對他說有差嗎 那可能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那現在看起來呢 像檢方看起來也不符這篇新聞稿 現在要提抗告 可是現在當時第二度積壓庭的時候 裡面的法官就認為 就算檢方不斷的提抗告 可是他還不斷認為說這七年來 無數的法官都認為你們都沒有證據啊 你們有的頂多就是口頭的一些相關事證 或是口頭的一些相關證人的一些事證 口供而已 你沒有相關的白紙黑字拿出來 所以你感覺好像怎麼樣 每次開積壓庭 你就在停上辦案的感覺 停上找證據的感覺 那你相關證據沒有拿出來 所以證據力不足 可是我就問 今天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了 法院這樣的說法 實在是很難度悠悠之口 要白紙黑字是不是 有一個人就丟了一份出來 這個人叫黃國昌 來 我們就看到了 在昨天的第二次的積壓庭 曾文燦他怎麼主張 他說的確有 那個500萬是有送到家裡來 但是那個500萬不是我所惠的500萬 當時2017年我要選舉 我手頭比較緊 我跟台數借的500萬 人家送到我家裡來 說是這樣說 可是你來看看 今天黃國昌勾擊出這個時間 哇 還蠻驚人的 今天黃國昌就爆料說 這背後可能還有藏鏡人 絕對不可能是鄭文燦一個人 一隻手折天所犯下的一個情況 他認為當時我們知道 昨天我報新聞講過 檢調監聽的一文裡面 有一個劉俊松他兒子 不是拿一個皮箱 到了市長官邸裡面去嗎 後來聽說裡面有500萬嘛 後來因為這個劉俊松 其實也不只有打點鄭文燦而已 甚至當時聽說鄭文燦把錢拿下來之後 趕快幫他開會 趕快擺平一些地方上的事情 甚至包括一些做一些貼心服務 什麼叫貼心服務 包括了這個山坡地的邊界 還有一些協助大地主的寺廟安置 他全部給你辦好 所以套一句老百姓理解的話就是 拿錢辦事很有江湖道義 這個是黃國昌要行訴出來的一個訊息 他怎麼說 他說鄭文燦在2017年9月 收了這個錢 就是我們剛才討論的 用厚厚的紙袋裝的500萬 送進官邸的這筆錢 馬上親自就主持會議 主持會議主持哪一個會議 記錄在這個地方 林口公五工業區擴大變更會議 在這個地方 主持人是誰 鄭市長文燦 白紫黑字你要看都在這裡 所以有這場會議 時間點就是在他收了這筆錢之後的若干天 就來主持這個會議 而且會議的目的 就是要來爭取把這些農地核定為國家重大建設 而且鄭市長在這一個會議當中 還特別提醒要把9.12公頃的土地納入 這個就是這一次大家爭議的核心所在 9.12的農地 如果納入了公五用地 那就清水變雞湯了 那等於是暴力所在了 所以是很好吧 後來這個廖俊松就因為這樣子有這份會議之後 有這份公文之後呢 他轉頭跟總統府來談 他還去找總統府 他去找總統府來 當時總統府的秘書長是誰 就是吳釗燮 在2017年的時候 後來吳釗燮建了這個廖俊松之後 還下個條子交代誰 交代給行政院 行政院當時的秘書長是誰 就是佐隆太 你看佐隆太的確在公文上也蓋了張 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那佐隆太蓋完張之後 廖俊松看到了行政院這份公文之後 再馬上拿去給鄭文燦說 你看府院都OK了 所以你是不是我們這邊都OK了 接下來是給鄭文燦看過之後 馬上再轉給經濟部跟內政部 結果2018年2月 馬上通通都核准了 所以變成說 這個清水馬上變成雞湯 哇這個後面的長進人 真的是一環扣著一環 所以淺俊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把這個時間軸勾出來的話 我們真的就不知道 因為它閃在各個地方 串起來你會覺得 真的是綿綿密密 你看今天在地方上 先有這一場所謂的擴大都更會議 由市長親自召開 這個地方一邊召開 一邊他就到中央 找到了總統府 總統府下了條子進到了行政院 行政院再下了條子 又回到了鄭文燦 這個9.12公頃 後來怎麼沒有納入呢 我花這麼大的力氣 地方也疏通了 總統府也疏通了 行政院也疏通了 為什麼終究還是沒過呢 地方已經先通過了 市長親自主持會議 親自交辦都有會議記錄 結果過不了 內政部駁回 所以他抗告去陳情到總統府去 再交辦一次 結果最後幾月 我們時間點重要在這裡 2018年的二院內政部還是沒有過關 那什麼時候還錢 2018年的八月還錢 這當中幾個月 為什麼如果我一不關 哎呀我那個交辦不利 辦事不利 該還的錢 本金啊 訂金啊 該還就還 為什麼隔那幾個月 當中的原因 是不是有其他的消息走漏給他 有人在查你的 有人在監聽你的 這個我們是問號 但有很多的消息來源 都這樣說對不對 然後再來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自己小妹其實是跑司法出身的 我跑了幾年司法 看這次案件 我覺得最吊詭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院檢之間有衝突 很正常 意見不一 常常在攻防不同 是有正常的 非常非常合理 可是一二審地方法院 跟高等法院這樣 幾乎是一個對象 甚至是對幹 這種狀態 法律見解 這麼差異這麼大 真的是很少見 我們分法律層次 跟政治層次來看 因為如果就法律層次來看 第一次的積壓庭 就應該要壓了 為什麼 三個積壓要件 五年以上中罪 符合啊 每個法院採定都說 涉案重大 第二個要件 有沒有串政之餘 雖然給錢的人 已經壓進去了 但他有一大堆證人在外面啊 所以 第二個要件也符合 頂多逃亡 他不太可能逃亡 兩個要件 第一次就該壓了 好 第一 一審的法官 硬要保他 把他交保了 到了為什麼 第二次高院都已經發下來說 他們也認為 這所有的證據跟要件 都應該要壓 你地院地院 一審法院必須要重裁 換了一批人 再來重新審的時候 哇 我們看到這些離譜的 各種理由裡頭 完全都不符合 我們一般對於 司法程序的想像 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人都還在外面 你對一個認為 他政經的能力這麼高的人 你還認為他沒有辦法 影響現在的公務人員 或者是不可能去串證 他可以不用LINE 只要不打電話 就不會串證 這怎麼可能 甚至你現在懷疑人家 檢方收的證據不足 那請問 你院方四次的駁回 人家搜索的證據 的這個搜索票 那人家怎麼跟你搜索證據 所以各種的這個理由書看起來 在法律層面來看 都是為了要保護鄭文燦 所以我說這已經不是 院檢衝突的問題 是一二省的衝突 那是一二省的差別在哪裡 難道一個是鄭文燦 過去的這個恩威病師 與陸軍詹所留下來的好的人脈 互助了自己 互體成功 只要不出桃園 我就沒事情 上去之後就賴清德管的 別人管的我就沒辦法 是不是到桃園這一關 今天會不會第三次的家庭 會不會把他壓起來 其實本來司法程度 是應該早就要壓的啊 那現在只有政治層面 因為如果舊司法程序 如果地院 還已經這樣抗告上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反而不符合要件了 那如果高院還硬要壓下來 我要再駁回一次 逼著你一省聽我高院的 這就是賴清德要幹到底 所以大家很多在開賭盤啊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司法問題 他是政治問題 賴清德到底要鄭文燦 死後死到哪裡去 從頭到尾 我們以為這是司法 他的後面驅動的力量 其實真正看點是政治啊 說到了政治 今天我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桃園市議員 湛江村 村長 歡迎你來 為什麼要請你來到現場 因為我們慢慢要進入了 鄭文燦的深水區 你現在看到的 華雅園區的這個案子 只有三頭而已 後面一拉會不會一串中呢 為什麼 現在在地方醞釀一個聲音 就是要開始 挖挖挖挖什麼 挖他八年桃園市政的大秘寶 你來跟我們說說看 鄭文燦他在我們這個桃園 他任內可以說很多的這個製辦 重劃區 還有重劃區他是規劃的非常的多 推動非常多 那過程中當然他也賣掉非常多的土地 這個我們的這個市政土地 大概被他賣了至少六七百億以上 那這當中 其實真正最大的這個金額 其實還不是在華雅園區這裡 整個龜山的這個重劃區 龜山的這個山坡利解編 這當時這個在要解編之前 我們就已經聽到很多的這個 他的所謂的桃園隊都已經去列地了 那後來就解編了 這一塊山坡利的解編就幾百億 其實包含到台積電 當時台積電要來桃園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還不知道 這個是他們這個 這些燦友會 他們這一些桃園隊 包含到新竹很多都來龍潭 在這邊列地 大家都在那邊搶地 過程中根本就 台積電都還沒宣布的時候 是鄭文燦他們這邊 在利用林志堅的選舉的時候 就已經搶進龍潭 當時他們就已經先買了 早就買了 買了以後 藉由林志堅的選舉 想由這個時候 然後去宣布製造一個利多 結果這當中他們民進黨 有人想一邊買地 一邊又想當兵自負 所以還自己 他們的議員自己的家屬 出來成立 反台積電自救會 其實他們自己有土地 所以你看講的毛骨手然 一邊買地 一邊當兵自負 就是兩邊賺 對 老公在議會當議員 板台積電 老婆在地方 這開自救會 板台積電 其實他們有土地 這個就是 他們就是這樣子 又要賺土地的錢 又想要跟台積電 想要開高價 變相勒索 對 所以搞到最後 台積電才 後來跟著 我不要可以吧 那最後 在甩鍋給張戰正 說因為張戰正不利 其實背後 就是民進黨自己的家屬 在成立這個 反台積電自救會 但他真的反嗎 他們家有土地 他怎麼會是反呢 最近一直在討論的就是 昨天旺子也幫我們盤點了 就是比較受到爭議上過頭版新聞的包含了桃園的捷運 在巴德桃園捷運哥IMB的那一段 哇 已經飽受爭議的過程 其實這個捷運 從高價變成地下 你說在地方上也有很大的爭議跟討論 日文上是禍我桃園三代人 你怎麼講這麼嚴重的話 我們桃園鐵路高價化 原先已經都發包 臨時軌都施工到一半 當時是跟台中的高價化是同時進行的 後來鄭文燦他一上任以後 我們有一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因為在鐵路的這個鐵道綠帶有很多的土地 你如果鐵路高價 他那個鐵路用地 廢掉了 他就沒有用了 是 所以他就推鐵路地下化 所以成立了鐵路自救會聯盟 開始下去推鐵路地下化 他就想要從這裡面去賺這些土地的錢 那市長可以不准啊 我反車都已經發包了 高價就已經拍板了 他當時 鄭文燦一上任以後 他不管說鐵路高價已經發包了 人家這個都已經簽了契約了 他就把它背死了 背死以後我們還會因為 我們還因為這樣賠償了很多錢 而且你已經都做好的這個鐵路高價臨時軌 全部拆掉重做 那這影響有多嚴重你知道嗎 桃園四條捷運全部都延宕 因為他是這個鐵路高價以後 他就變成是我們其中一條叫做紅線捷運 那他共構的就是我們的機場捷運 我們機場捷運為什麼蓋二三十年蓋不好 A22 A23原先就是要跟紅線 就是鐵路高價要共構的 你改為地下以後 他原先所有的設計全部重改 所以A22 A23為什麼到最近才通車 而且他就算通車也永遠沒辦法 跟中立火車站共構的 他變成是還要再接駁車 而且光A22跟A23這一段 又多邊加了一倍以上的預算 一條捷運兩條全幹 綠線捷運桃園共構的地方 也是一樣的道理 後來我們整個環評重做 規劃重做 延宕了至少五六年以上 而且一樣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 因為重新設計的關係 價格多了兩倍 本來幾百億可以做好的捷運 變成要一千多億 中線從龜山過來的 原先已經細部規劃都做好了 環民都做好了 因為你變更以後 結果到現在 現在中央才剛通過 連細部規劃都還沒有 整個四條捷運全部都延宕 一條捷運搞了二三十年 鐵路高架改地下以後 到現在呢 總體規程還沒全部發包 你果然有閉嘴嗎 觀眾朋友我們錄影的此刻呢 關於鄭文燦重開揭壓庭 還在進行當中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是 他今天來到了桃園地院 不再一抹神秘的微笑 因為今天他沒有把握 能不能笑著離開這裡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請偉翰告訴我們 檢調傳出已經掌握到了 白手套疑似把裝有現金的黑色袋子 送進了鄭文燦的官邸 有很多的細節 如果這些細節都掌握到了的話 我們就問 煙蓋七年的真相 要呼之欲出了嗎 好 觀眾朋友 先跟大家講一件事 鄭文燦的表情 其實可以說很多很多的故事 有人講說 你也太自己去自己腦補了吧 不是 因為鄭文燦以前當民進黨發言人 當行政院的新聞局長 所以他看到大批記者在的時候 就像大家看畫面右手邊 他明明是西阿廷最後500萬人交保 在裡面從禮拜五被問到禮拜六對不對 俊翰哥 整整問了兩天對不對 對 他看到外面一大堆記者的時候會怎麼樣 他應該很累的時候 他笑出來 對 那你講他故意強做真情不是 我就告訴你 因為他這一輩子鄭文燦胖周瑜 他只要看到媒體記者在桃園當市場 在民進黨中央黨部看到記者的時候 他就是會笑笑的 他就是這樣嘛 所以你看 這是一個被問了兩天一夜 都沒有睡覺的一個表情 哪裡看得出來啊 但是這個是已經睡飽了 今天早上出面是這樣有沒有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這才是現在的心情 這個叫做職業笑臉 就過往你不管怎麼樣 在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到台中跟盧秀恩要吃火鍋怎麼樣 他都是笑笑的 可是現在真的笑不出來 因為沒有想到500萬人交保 禁止出境出海的這個鄧新法官 判給他的有沒有 直接可以交保的 這個裁判居然到了高院的時候 被發回庚裁 那今天就要發回庚裁 理由很簡單 因為幾大重點 告訴觀眾朋友 第一個桃園地方的檢方 他完全不理解院方為什麼 沒有將他收押 因為送錢的都押了 收錢的不用押 就我昨天跟大家講的 料性男子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拿了11個月的錢 你可以當作沒事呢 就他講一個借貸就沒事 第二個 法官現在被發現 原來跟他的這個關係頗深 甚至法官看到他 可能都要叫他一聲阿正 因為法官的這個爸爸 是以前鄭文燦的老部署 那麼這麼多人以來 你說這樣子法官要不要申請迴避 桃園地方法院 禮拜六的法官執行狀況我不知道 鄧新女法官確實執行 那有沒有其他人呢 可以去查一下 第二個 那你為什麼那天往上執行 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居然跟你沒有台灣地方法院對不對 我告訴你就有人知道 馬上今天爆料出來講說 那敢不是他呢 那天不是鄧新女法官阿 最好是有這麼剛好 你剛好知道鄭文燦的案子要進來 你剛好在那邊等在那裡 那你是不是在 誰又在那邊亂講造謠對不對 來 觀眾朋友 桃園地方法院呢 今天也跟大家回覆了 還真的 這個鄧新女法官原本是12號的時候值班 今天幾號 9號啊 還沒到耶 12號才值班對不對 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換班 他提前就換到那一天就這麼剛好 那因為他的身份也敏感 所以這個被講出來之後呢 大家覺得說 是不是鄭文燦 你跟這個法官的關係應該要避嫌啊 那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現在目前 我剛昨天就跟大家講了 他兩件事 第一個是 他在司法 有沒有犯罪這一塊 他得過關 另外一個就是 他還能不能當民進黨的 有希望的 選2026 或是更上一層樓的政治人物嗎 那昨天民進黨的廉政會 我們昨天跟大家講要開會 確實開了 開完以後呢 得到了兩個結論 第一個 如果鄭文燦呢 鄭文燦 結果已經出來了 結果呢 結果已經出來了 經過了四個小時的生壓庭 那最後法院是裁定 鄭文燦依舊交保 不過交保的金額從500萬 提高到1200萬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整個的過程當中 他的涉案的情節 比原本 比原本讓他交保的金額還要更重了 對 那回過頭來 什麼叫涉案情節 觀眾朋友 因為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了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早蓋在2017年就辦了 我們把時間跟那個整個 時間軸跟事實還原 你要知道 在當時2017年的時候 這位送錢給鄭文燦的廖姓男子 他其實是有被監聽的 他跟他的家人在通電話的時候都已經講到 我們要去送錢給鄭文燦 都聽到了 不然你會檢調是沒事要去懷疑一個桃園市的市長嗎 但聽完這個監聽的這個電話之後呢 真的跑去現場去採證 發現這位廖姓男子真的拿了一個黑色的袋子 進到鄭文燦的官邸裡面 真的拍到了 對 拍到 所以以這個中文來講 隔了七年裁判 那真的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你今天聽到說有人要送錢給他 第二個你看到那個人真的後來 第二天拿了錢 可能不是錢 然後拿一個黑色包包進去 第三個 出來的時候黑色包包沒有帶走 就放在官邸裡面了 對 那這個檢調掌握說 這個白手套他拿著黑色帶著進去以後 他把那個包包放著 然後比了個五以後 沒有帶走就交給鄭文燦了 四個十一個月 當然很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對外講就是說 我這是借貸啊 可是公職人員怎麼可以拿人家五百萬 然後過了十一個月又還回去 就當作沒有事呢 何況他們中間還有這些土地重劃的這些糾紛 所以觀眾朋友 以檢放的立場來講的話 2010年就應該直接就對鄭文燦進行搜索 可是一直以來就案子都辦不上去 那你要知道 其實吳忠憲在辦將官討厭的案子的時候 現在大家都認識他了 他是國民黨的部分區立委 可是當時他當年可不是什麼 新北市法治局長跟國民黨的部分區立委 他以前就是檢察官嘛 所以他以前在辦這個2016年在辦案子的時候 他每一次要辦他發現上面的兩個前後任法務部長都擋著他 一個叫做邱泰山 一個叫做蔡清祥 就不願意去辦鄭文燦 明明有很多這些事證 照一般人來講的話一定會去搜證 一定會去搜索 看看錢我們在裡面 結果裡面隔了十一個月又送出來 所以觀眾朋友很簡單 檢方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覺得過往鄭文燦 不管有什麼激證 想要去搜索 適度申請適度被拒 結果這一次才會直接請鄭文燦來談的時候 當場就在上個禮拜五禮拜六的時候 對他進行的積壓 可是上次是五百萬元交保 今天重開積壓庭 變成一千兩百萬元交保 他還是交保 可是後續鄭文燦必須證明我剛剛所講的那個 你為什麼在2017年到2018年之間 你拿了這筆錢 整整十一個月五百萬元 這個算不算匯款 以一般我們的這個相關的這些 貪污制的條例來講的話 這都算匯款 而且是七年以上的重罪 好 剛剛韋漢在描述這個過程當中 我一邊聽我一邊真的是頭皮發麻 觀眾朋友 今天我如果電話掛線 我都知道你準備送錢進去 我跑去官邸埋伏 我也真的看到你送一包進去 我為了確定那一包裡面是不是錢 我要申請搜索票 兩次被法官打槍 現在就被懷疑 這麼法力無邊 連法官你都有人 都可以讓你神功護體 最後錯失了查扣鈔票的先機嗎 我們給大家來看到的是 觀眾朋友 現在最新消息 鄭文燦在上一次是五百萬交保 而就在剛剛錄影的此刻 五百萬變成一千兩百萬交保 來宇軒你來告訴我們 今天在整個法官重新更裁五百萬變一千兩百萬 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那檢察官可不可以再提抗告 下一次會不會真的把他壓起來了 居然跟我訪問一個問題 五百萬跟一千兩百萬對於鄭文燦來講有差嗎 對我來講有差啦 對他來講應該沒什麼差吧 我話就講到這邊了嘛 對他來講這個金額大小的問題是沒有那個差別的嘛 但這時候回歸到重點 今天為什麼 其實我知道檢調壓力非常非常非常壓力三大 因為這個案件 我們回歸到最一開始 最一開始是什麼情況 就鄭文燦突然間被16個小時 偵訊 那偵訊之前其實本來就要搜索了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原本檢調的動作是要幹嘛 先搜索 然後再擠壓 對不對 然後最後把這個案子辦到完嘛 但搜索有沒有搜索成 沒有 沒成嘛 四次都沒成嘛 已經很落魁了嘛 法官不給嘛 那你可以怪簽個法官嘛 對不對 那好 偵訊完之後現在要說談要擠壓 就擠壓也連續兩次 壓不了 都壓不了 但你還記不記得賴清德在第一次被交保500萬的時候 跑出來說什麼 各位 誤枉誤重 那是史上我們講史無前例 他那時候直接說他射擊不法 最後才是誤枉誤重 所以誤枉誤重的意思是說賴清德認為鄭文燦這個案子必須要辦到底嘛 結果我們看到現在整個檢調 走到這個地步 辦出來的狀況竟然是最後又以1200萬元交保 那500萬跟1200萬沒有差別啊 因為民進黨組合選都已經打出來了 民進黨黨部說什麼 只要積壓的話就停權三年 各位 你說這個是按照慣例 民進黨本來就一定要積壓了啦 不是喔 不是這樣子喔 之前民進黨一堆人都已經被判刑定驗了 請問一下有沒有處分 也沒有喔 不一定會處分喔 所以這是看人喔 所以代表這一件事情賴清德的態度才能堅決 因為大家都在看 你一直在講掃黑素攤 你一直在講掃黑素攤 包括你派任鄭明簽 這件事情我們講好幾個月 結果當今天遇到鄭文燦這個時候 我不管是說他在桃園的影響力有多大 又或不管說前任的法官是不是他的舊部 所以很顯而易見的賴清德碰到了滑鐵爐了嘛 因為這個案件大家不會覺得說是單純司法工坊嘛 就是很清楚賴清德的起身砲嘛 結果起身砲理論上應該是要打得又大又響 但今天如果運到鄭文燦這個關卡 卡在這邊懸惡未決 最後沒有辦法處理 沒有辦法處置 那我很擔心 我很好奇的是 那你接下來你剩餘的人 你該要怎麼樣辦下去 好 各位朋友我再跟大家重複一次 就在剛剛鄭文燦的重開揭押亭 交保金500萬 一口氣提高到1200萬 老百姓怎麼看這個很簡單的一個理解 那就是涉案程度又升高了哦 所以旺者來告訴我們 今天華雅克的這個案子 會不會其實只是一個開端而已 後面還有更多連環報 現在不是三大弊案哦 是總計五大弊案 一個一個要被掀開鍋幹 還有一個人很關鍵 張善政 桃園市長張善政他也宣誓了 從今天開始要針對讓鄭文燦引以為傲 幾大市政界的事 他也要仔細細細的去查 會不會查出更多的弊案呢 是 現在對張善政來說 除了這個華雅克的弊案之外 其實他還有很多的未爆彈 現在好像檢調也開始在搜查當中了 包括像什麼 像這個草榻的這個重化區案 另外包括航空城草地案 航空城是台灣史上最大的徵收這個地案 那現在大家也好奇說 這幾個案子 包括像巴德重化區的案子 會不會變成鄭文燦接下來的未爆彈 現在大家都很關心嘛 好 那我們現在一案一案 抽絲剝繭來帶大家看 第一個就剛剛談到了草榻 這個重化區的案子 這個坦白講 當時鄭文燦 興高裁力的跑去撿採 大家看到畫面非常漂亮說 這個是我的政績 撿採下去之後呢 發現自來水工程 沒有余交給自來水公司 後來市府被說什麼 驗收不實 所以你這當中有沒有一些情況 大家想去揭開那個大祕寶出來嗎 你來撿採了 你要向他拚出了 結果 對不起水沒有 對那驗收不實嘛 那知道市府有沒有問題 這當然要查下去 再來就是小塊稀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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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重化區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因為牽扯到很多建商 那可是大家過去想說 鄭文燦跟很多建商 關係也是非常友好 這當中會不會有些 就像剛剛大家台到 華雅科這個土地弊案的 一樣的情況 有人拿可能一袋錢過去給你 跟你比個手勢 這大家也很好奇 所以昨天林濤特別講到了 這個小塊稀 得標建商三家 是 他特別點名說這三家 跟鄭文燦 關係都很親近 該不該查一查 對這到底說一定要查吧 尤其這幾個是這個建商 因為大家都知道鄭文燦跟建商的關係 出了好是特別有名的 再來就是坦白講 這個案子是大家最關注的案子 就是巴德蕭妮這個案子 就是牽扯到郭哲民 郭哲民是誰 大家記得很清楚嗎 就是他當時用1.5億元 結果把那塊地 炒到變成31億元 哇 如果你沒有跟他有這一層關係的話 你怎麼可能把1.5億元地 炒到變31億 這大家覺得非常匪夷所思的 再來就是鄭文燦 我們不是說他跟建商的關係 他跟所謂黑白兩道 看起來關係也是蠻不錯的 甚至連這個詐騙集團的首腦 IAB的這個春酒 他還去參加這個曾國偉的春酒 另外還包括林秉文的這個關係 也是關係肥錢 可是大家要看鄭文燦這幾年來 尤其當桃園市長這幾年來 跟這個不管是黑白兩道 或是建商商界關係都非常好 可是問題是都沒有事情 包括今天看到的華雅客案 也是過了七年才爆出來 可是大家想過去鄭文燦 他當時論文抄襲事件沒事 後來呢 桃園市長丟了也沒事 桃園立委六席全輸了也沒事 甚至還可以直接升到 這個行政院的副院長 到底是誰在包庇他 這大家非常好奇 所以接下來還要來觀察的重點就是 八年號稱五星級失政的鄭文燦 人離開之後留下的這些市政 查下去能查出大祕寶嗎 現在這個政績 正是鄭文燦的政績 可能要慢慢被掀開出來 因為現在當地的議員最了解說 當地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他們就說鄭文燦 這個詹江村就說鄭文燦 每次都利用一些巧利明目的一些 一些活動來進行募款 讓很多財團苦不堪言你知道嗎 動不動就要發動募款的時候 包括像什麼體育活動啦 燈會啦 甚至還有包括什麼跨年晚貴啦 這些五四三的事情 他通通巧利明目 然後跟各個財團說 麻煩啦 這次來捐點錢來募些款 可是我說真的 很多財團都受不了這樣子 私下都跑到議員跟他抱怨了 可是大家印象最深刻就是 桃園到底有沒有 弊案所在 或是有沒有這個 你自己施工 施工不良的地方 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嘛 上次選舉的時候 大家看那個巴德羽球館有沒有 突然打羽毛球打到羽半時候 天花板突然 直接掉下來 大家看那個畫面 這畫面還登上了美國CNN的報導 大家看得非常嚇人 那桃園的羽球館到底有沒有問題 大家會覺得看起來是非常有問題 再來 大南的消防分隊的漏水事件 你有沒有處理 大家也是覺得一頭霧水 為什麼每次鄭文燦的施工 看起來你撿採起來很開心 但是撿採之後卻是狀況百出 另外跟大家談到的就是 平鎮文化園區的停車場 這個停車場坦白講還怎麼樣 他土地突然蓋到一半 都突然灯塌下去 還壓死了一名女工人 所以當時大家都討論說 那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情形 照理說應該施工非常縮密才對 但是後來被發現是因為結構計算錯誤 後來包括了這個建築師 包括這些建築公司 通通都被起訴 可是無緒長萬難 這些東西難道跟鄭文燦一點關係都沒有嗎 大家非常好奇 好 各位朋友 我們來看到今天重開這個積壓庭 但是沒有壓了鄭文燦 而是500萬交保金 提高到1200萬 同時在這個現場我們看到 在法庭上檢察官是當庭再提抗告 董哥你要告訴我們 就是說500萬被1200對我們來講 就是涉案嫌疑又更提升了 問題是你還是沒壓了他呀 今天如果檢察官再提抗告 問題是能怎麼樣 神功護體你就是壓不了他 你怎麼來看這樣的一個司法裁決的結果 因為昨天我們在節目不住的講 不停的講 楊寬恒涉及竊帳跟圍照文書 是1000萬交保 鄭文燦為什麼只有500萬交保 所以他今天就變1200了 我告訴你 這個叫做大放水 你只要用一個邏輯來想好了 今天台灣所有街道坊間的人都講 檢察官的引人愛句話 送錢的被壓了 為什麼收錢的不用被壓 收錢的是公務員 是鄭文燦 他罪更重啊 罪更重的不用壓 壓那三個姓廖一個姓活的 那合理嗎 他們現在還想去辯解什麼 我看他講說這是一個借貸 我聽得真好笑 鄭文燦那麼有錢還要借500萬 他說他把黑色的材料送給你關在 這是他跟檢察官說的 他說我送給鄭文燦 鄭文燦笑笑了 他說我知道我知道比一下這個 哇 這個完全在現場直擊的一個情況 結果像你說的 送錢的哭了 送錢的沒問題 是啊 所以現在就有傳說 那是借貸啊 他都會有錢他借貸 我告訴你如果借貸的話 那為什麼這四個人要被壓 他是好人好事啊 別人有爛 你看鄭文燦有爛 我借錢給他紓困啊 我好人好事 行俠仗義啊 怎麼我們被關 我告訴你 其實我覺得鄭文燦他有一些把握在哪裡 桃園地方法院我太熟了 大家看 檢察官要曾經提出搜索鄭文燦家 四次 四次是不同的 停不同的檢察的法官哦 通通季節 銅牆鐵壁你根本撞不進去 你撞不進去啊 檢察官你要收手 要法官同意啊 你要收押也要法官同意啊 現在檢察官的權力被限收 那表示鄭文燦在桃園地方法院 他是非常熟的嘛 對不對 裡面有這麼多人在幫他嘛 那大家可以看鄭姓尼法官那個判決裡面 他講得很清楚嘛 你們檢察官這些資料都七年前了嘛 你們證據就是鞏固了嘛 連照片都有 業者去你家送錢的照片都有 然後你們的監聽錄音帶的譯文 那些上面都寫得這麼清楚了 認為說這個沒有收押必要 這個又更可笑啊 所以檢察官一定是當庭抗告 那抗告大家在趕 高等法院也會再裁決 而且我覺得會再裁決 再審 所以鄭文燦這樣每天來回啊 我就每天來回桃園地方法院 他現在已經知道害怕了 因為發現案情你如果被曝光以後 然後賴清德又有表態的話 裡面很多法官現在就比較不敢這樣 所以大家在看 檢察官送上去 明天高等法院又會裁決 應該又會再交回桃園地方法院 你再重新審理 然後再來一次看要不要收押他 每天都可以看到 我們評寄有一處是叫周放潮啊 大概就是這麼模樣了 是 柴薇 目前那個檢方是已經當庭在提出抗告了 那我們當然是支持檢方提抗告啦 但從五百萬到一千兩百萬 等於鄭文燦他不是要再交一千兩百萬 他只要再補七百萬就好了 我覺得整個過程喔 其實很簡單 賴清德正在慢慢慢慢的折磨鄭文燦 為什麼會這樣子講呢 因為其實他的案子很多 而且甚至有很多案子 都牽涉到小英之友會 其實剛剛像旺子有講到的草榻 買地爆賺的案子嘛 其實是有鄭市府的官員牽涉在其中 小英之友會的幹部也牽涉在其中 另外還有個案子呢 其實我們都說最正確的招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鄭文燦當時 他基本上在政壇有一句話嘛 賴清德沒朋友 鄭文燦沒敵人 所以當時誰會監督他 變成他大手大腳 覺得無所謂啊 我就是天王老子 所以當時有個案子是怎樣的 明明是民間自辦工程 他應該是要依照公共工程來辦理 但是他直接容許重劃會 讓他自家哦 自家其他營建廠 剩餘的土方 來回填到這個案子 用別人剩餘的土方哦 回填到這個案子 你知道這整個獲利多少嗎 兩億 可以這樣公私不分哦 你認為公務人員會不知道嗎 你認為周遭其他經手相關案子的人員 會不知道嗎 我想這一些其實證據 都掌握在賴清德手中 那為什麼要再慢慢折磨 我認為其實賴清德 我這兩天再看一個態度 包含你鄭文燦的態度 鄭文燦你底下人的態度是什麼 還有很重要的英系的態度 所以我想我這幾天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英系所有人都夾點檔耶 沒有人敢出來講什麼話耶 再來你出來講都是 哎呀我們靜待司法判決 那如果呢這個副院長哦 或者這個董事長 他該說明的就應該好好的說明清楚 甚至其實賴清德還有今天講到竹榮泰 一個定調是社會 一個定調是不法 所以其實我覺得賴清德跟整體民進黨的態度 都非常的清楚了最後要怎麼調整 我覺得還是在賴清德手上 敗好啦 左航口 老是 有 快 有